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自從1月31日之後 似乎整個局勢又再加速當中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教育局今天向全港學校發了一份通告 提供一份叫做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其實就是將國家安全教育化整為零 滲透到各個科目當中 並不是獨立成為一個科目 當然就會使得這些內容無孔不入 第二宗消息就是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宣稱 金管局對於美國單邊制裁的立場清晰 就是本港銀行沒有法律責任 來配合美國的制裁採取行動 到底有沒有銀行會響應副總裁的說法呢 我真的很有疑問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教育局的這份 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其實已經是上載到教育局的網頁 可以說是巨勢無遺 也涵蓋了很多科目 基本上就備無可備 先說一下它的重點 比如說 在這份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裏面 列舉了很多個國安教育範疇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範疇一就是國家安全概念和重要意義 裡面分為初小高小初中高中 來界定學習元素 初小的學生要學些什麼 要認識國家象徵 包括國旗國徽和國歌 以及代表國家的事物 例如大熊貓和長城 還要學什麼 就是懂得唱國歌 以及遵守升國旗 以及奏國歌的禮儀 還有一樣要學 就是認識保護我們的人 例如什麼 警察、醫護和解放軍 這些就是初小學生將要學習的元素 搞得就像大陸的少先隊隊員一樣 所以我相信這套教育課程框架 只會導致那些有多少經濟條件的中產家庭 如果是有適齡就學子女的話 就會加速他們移民的步伐 因為你看見原來的課程框架裡面 是要學這些東西的 而且學習的科目 就會滲透到常識科、音樂科、德育科 以及公民及國民教育科 你說作為一個初小學生 學這些東西是否有必要呢 還是不需要呢 當然學完這些東西之後 每一個學生都會成為一個政治明白人 因為你不斷向他灌輸這些政治正確的知識 比如說高小這樣 就要以校園的安全作為類比 明白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又要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文化 以及了解一些對今天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 例如鴉片戰爭和國家改革開放 他裏頭就沒有提到六四事件 你說對於今天社會是否重要呢 這件事是 我不知道 他裏面沒有提到 初中和高中其實都是 學類似這些東西 就是灌輸一些政治正確的東西給你 比如說高中這樣 就要研習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當代議題 例如是領土爭端、經濟危機等等 要認同維護國家安全對於保障國民安全的重要性 要認同它 即是你沒得選擇了 要認同必須要認同 要分析國家現今面對的發展和危機 自覺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這些也是沒得選擇的 你只能夠履行而已 對於有部分家長來說 他未必願意讓自己的子女接受這套教育 很可能他就會安排自己的子女去外國就讀 尤其是現在5加1簽證 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途徑 或者就算有些中產以上的家庭 是要留在香港工作的 可能都會送自己的子女去外國的技術學校讀書 也不奇怪 你讀這些東西除了藍絲會說歡迎之外 你一般人都覺得有沒有必要 搞到就洗腦教育這樣 另外教育局也就著某些科目 是提供了國家安全教育的框架 比如說在地理科這樣 就要列明了 學校需要向那些學生展示出中國領土和領海圖 包括了南海的九段線 而學校也要教導學生有關於中國主要河流的分布 以及國家怎樣緩解水污染的方法 另外生物科也有國家安全的元素 生物科也有 生物科要求學生了解到大陸政府應對傳染病的防控政策 了解國家對保護生態環境作出的努力 以及學習核安全等等 這些東西本身應該是沒有的 生物科學這些東西 這些是政治範疇的東西 現在就變了滲透到各個科目裡面 可以說是避無可避的 如果你的子女繼續在香港讀書的話 就要接受這套教育了 常識科就要求那些小學生 無疑升國旗的儀式 感受一下在奏唱國歌的時候 應該表現出的禮儀和態度 禮儀和態度也要規管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就是 在一個回歸大典裡面 林鄭的老公林兆波 都是默默獨獨地沒有什麼表情 就這樣站在那裡 你想它有什麼禮儀和態度 這些你也要學習 其實它的課程框架還有很多頁 不過我就不逐一這樣說出來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教育局的網頁看 沒有興趣都不用看 其實大概都是那些東西 大概都是市民未必很願意接受的東西 不過現在就叫那些小學生和中學生去學習 一把這些內容放在課程框架裡面 就秘無可避 做教師的就一定要教 分分鐘這些內容 考試也會考上的 不是教來用什麼 到時候就說那些學生一定要讀 一定要讀的時候 當然有些學生的判斷能力很高 他仍然懂得分 什麼叫做是非黑白 正如胡錫進的微博下面 都有很多清醒的網民 問題就是到底清醒的人多 如果從小就開始對他有些潛移默化的灌輸的時候 到他長大了他也是相信那一套 所以對於很多家長來說就是一個挑戰 或者未曾生兒育女的年輕夫婦 他們又要考慮一下 到底還要不要在香港那裡生育呢 還是寧願儲多些錢 到其他地方生活的時候才再生過呢 因為你生了出來的時候 小孩子也要接受教育 對不對 這些都是很多的難題 大家要去判斷 其實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另一件消息 昨天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要求銀行 重新開回被美國制裁的本港官員的戶口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今天就說了 說金管局對於美國單邊制裁的立場是清晰的 本港銀行就沒有法律責任來配合制裁採取行動 銀行就會考慮到本身的風險因素 但是他就強調 決定的過程裡面需要考慮到對於客戶是否公平 他還說不便評論銀行處理客戶的具體情況 但是就會尊重銀行的決定 到底有沒有銀行會聽他的那支笛 其實是這樣的 現在有些銀行就關了那些被美國制裁的本港官員的戶口 他們無非擔心就是一樣東西 就是到底會不會招致到美國的二次制裁 因為在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裡面規定了 就是可以對於那些侵害人權的官員進行制裁 制裁完之後就說連那些金融機構和銀行都不能夠向這些人提供服務 如果不是就會有一個引申出來的二次制裁 銀行無非是擔心這件事 金管局現在就三申五令 金管局認為銀行沒有責任配合美國的制裁 那些銀行不聽他說或者是沒有反應 無非就是擔心二次制裁 好了 如果有其中一家的銀行 有第一家銀行 他決定要重啟這些被制裁官員的戶口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挑戰 也是向拜登下了一道難題 就是到底他怎樣來反應 如果他沒有什麼反應的時候 就會引發出一個破槍效應 當第一家銀行說他可以重啟這些被制裁官員的戶口 你沒有反應的時候 好了 其他的銀行隨時就會跟隨 因為原來你也是沒有牙老虎 原來你也是只有一個口 只有一個聲音 當然就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如果不是的 他立刻就會有些很果斷的反應 是雷厲風行的 當然就是挑機失敗 但是我相信 就不一定會有銀行去主動作出這些挑戰 因為就算被他挑戰成功 他又不會多感輝肉 又不會賺多了錢 萬一挑戰失敗的時候 還會招致到美國的二次制裁 這些有蝕沒有賺的東西 肯定就沒有商家人願意去做 所以 金管局現在走出來 所謂重申這一堆的原則 或者是立場 基本上只有他自己在說 我相信未必有銀行會理他 貿貿然而重啟的時候 如果他中招 你幫他賠錢 如果他被美國罰款 是不是你幫他揹票 到時候不是銀行自己揹 那有什麼用 你用口說而已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